美国商务部长再度定调 中国是头号敌人 这一次川普的政府 仍然持续在追杀中国经济 特别上个礼拜追杀中心之后 台股今天再创历史新高 那源头核心都在半老体的大部队 21世纪的半老体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然而薛瑞福今天 这个更强硬的说 美国日本台湾应该出口管制抗中 然而事实上从11月份起 习近平至少四次连续喊备战 备战这里头也有全方位的这一个战略 薛瑞福的说法 除了美日台联手抗中 中间针对美台的部分 他认为说整个印太关系 美台关系的合作 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跟关键 那他进一步 其实他先年在2049计划是有个备忘录 中间针对未来的拜登政府 提出九项建议 那中间大半都是跟军事有关的部分 其中比较罕见过去 就是说这种退役 这个美军的五角大下官员公开出来讲的 可能他是第一个 就公开讲说 这个美台应该要并肩作战 而且针对中国的威胁 应该要公开的联合军演 这样的说法 以五角大下过去的官员身份来说 的确非常罕见 那他甚至也公开呼吁说 事实上未来美国的对中政策在军事上面 譬如说美国的这个潜舰跟驱逐舰 应该要定期例行性的访台 甚至应该在台湾建立美军的部队 那另外还要这个进一步协助台湾的一个军队的训练之外 台美之间应该也要有一个军情的一个共享 分享的一个管道跟平台 那这样子一个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军事盟 盟邦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过去来讲五角大下官员通常是 这一个私底下会谈 但是不会公开讲 那这么公开的一个谈话 一个部分刚刚刚谈到 可能也是对于下一任拜登政府 给他一个公开的一个舆论的压力 那同样的是让这样的一个议题 可能可以开始发酵 开始去讨论 未来进一步是不是有实现的可能性 当然要看这个拜登政府 那此外除了最近美国对台军售 川普政府任内已经11次对台军售之外 我们自己国防自主 我们自己很多的国造的部分 近期有很多的一个进展 特别是在海上的一个战力的部分 最近台船有曝光了一个 国造的这个正海小神盾的一个巡防舰 那这样的一个小神盾的巡防舰 其实我们是拖延了很长的时间 本来早期的时候 那时候成功级照八艘 本来就要引进美国的小神盾的系统 但是后来因为这一再的延宕 那包含因为神盾的战斗系统 对美方来讲是相对敏感 所以后来这个案子是胎死腹中 但是现在又开始重启 那这个叫做正海计划 等于说未来新一代的巡防舰 我们准备打造14到19艘 那它的一个盾位在约莫在4500盾 那它台船曝光的一个战力解析图里头 受到外界关注的最重要的是说 相较于现在的 我们的这个海军的各式舰艇来讲 未来的国造的这个巡防舰来说 它会搭载所谓的AESA 主动向会阵力的雷达 也就是新一代的雷达 那它在这一个对空的一个征收上面能力 当然是相对更强 而且上面一个最有重要的一个看头 就是说终于这个国造的这个军舰 未来会搭载垂直发射系统 因为我们现在各式的这个水面舰来讲 我们都还是携设的一个防空飞弹 未来会搭载这个熊 这个什么天空三型 这样的一个海基型的一个防空飞弹 让我们的整个防空的一个防御网 能够往外大大的一个强化 因为现有的这个既得舰来讲 四艘配备了美军这一个 也是出售给台湾的标准二型飞弹 但是唯一这样海上舰队防空 比较强的未来有透过这种 所谓的天空三型的海基型的垂直发射系统 那同时还有海舰二 这种短程的一个防空飞弹来讲 它的一个制空制海战力就大为增加 特别是上面也配备了熊三 这种超音速反舰飞弹有8枚 另外比较特殊的还有包含 像它的这个同时采用双波段的雷达 也是未来 这一个海面这个水面舰艇的一个主流 就是X加上S波段 那这样双波段雷达对于对海 或者相关目标的侦测会更为的敏锐 不过现在主要的是说 这个上面的战斗系统 是由中克院在研发 那中克院本来有一个叫训练计划 现在的一个进展 外界并不清楚 如果是用这个所谓的训练计划 当然是仿造美军的这个神盾战斗系统 那如果顺利当然是采用这套系统 那海军保留一个空间 就是不排除如果未来美国 有机会直接出售给台湾 所谓的神盾战斗系统 当然载台是台湾自己做战斗系统 也不排除是采用美国 所以为什么号称叫小神盾 那特别因为它盾位比较小 那过去国际上来讲 譬如说曾经美国有授权给这个西班牙 打造F100这种小神盾 当然它的盾位其实都不小 大概有约目6500吨 我们现在的盾位是4500吨 那当然这个部分相较于美军下一代的FFGX 这种新一代的巡防舰 它的一个排水量高达7500吨 那上面它的一个垂直发射系统有32管 那我们的在目前来讲规划是24 可能数量稍微少 过去我了解这个案子 过去海军内部其实是有争议的 认为说这样的一个4500吨 可能没有办法满足 你要搭载AESA雷达 因为AESA雷达重量非常重 那可能位置高的情况之下 会影响这个船舰的一个平衡 跟相关性能 所以建议要放大 但是因为过去巡防舰来讲 大概像我们现有巡防舰 都3000吨上下 那现在已经扩大到4500吨 那美军其实7500吨来讲 那都已经属于驱逐舰等级 所以其实未来还是有可能修正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满载排水量 是不是有可能放大 让它的一个相关的战斗的能力更强 除此之外 我们原有跟法国采购 过去这个六艘拉法业舰 现在传出可能要准备花300亿 那跟这个法国过去叫汤姆森 现在叫泰勒斯的公司采购 那进行性能提升 那过去拉法业舰来讲 其实到现在已经用了24年 它的反潜的战力还是非常的强 不过它的防空能力相对来讲薄弱 因为过去法国要出售给台湾 那时候他们的Aster 15种飞弹 防空飞弹其实开价非常高 台湾那时候就不愿意买 所以我后来回来之后 我们自己换装所谓海虫树 但是它的一个防空的范围 比较这个近 没有办法这个有一个 这个中高空拦截的能力 所以未来我们现在 其实这几年我观察 我们自己国造的一个部分 我们飞弹的确是够强的 所以后来把我们的这个研发 就是天剑二型改成海剑二之后 放到拉法液件上面 那现在应该是已经有携射的能力 所以它的一个防空能力 其实是有所提升 不过海军针对这个部分认为说 还在规划之中 并没有正式编列预算 是不是会进一步进行 所谓上面战斗系统的性能提升 现在还在持续的一个研究之中 最后还有一个 这几天也传出说 中科院打造的 或者是跟海军合作的 这些所谓的我们的下一代巡防舰也好 或各式舰艇性能提升之外 现在传出还有一型叫做这个大型的 水下无人载具的一个研发案 那这简单来讲 就是水下就是无人潜舰的研发 那当然台湾也开始迈向这样的一个脚步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趋势 因为先前我们看到 不管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各式的一个这种所谓水下无人潜舰 都在发展之中 美军来讲 它有一个这一个杀人精 无人潜舰波音的生产的 这样的一个小型 大概约莫 大概水下大概是100吨左右 那它可以进行所谓的扫雷布雷 甚至征收 甚至未来可以携带鱼雷进行攻击 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对于这个各国来讲 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那特别是无人潜舰 它盾位可能比较小 它这个台船 它是用大型水下无人载具 不过我们观察 基本上无人潜舰的部分 未来可以补足 比如说我们国造潜舰 它的一个盾位比较大 大概有到这个两到三千吨 但是未来 如果是无人潜舰的话 你可以有这个100吨200吨 甚至最多500吨 这种近海型的一个潜舰的规模 适用于台海这种水深 比较浅的地方进行水下作战 特别是征收 所以未来这个 我们也期待中科运 这个加快脚步 去研发这个外号 这个它的一个专案名称 叫惠隆专案 那能够赶上这个脚步 那当然未来美军 它的无人潜舰或无人水面舰 也在大规模的开始打造 所以整个未来 整个台海周边的一个 作战的形态 的确有可能从现在的一个大型 或者是这个有人的 这样的一个水面舰或潜舰 走向所谓的无人舰 或无人潜舰的一个 相互攻防的一个趋势